非常感谢魏老师这么快就Cue我上台 其实很紧张 其实我是很害羞的人 那我为什么愿意可以站在这里 因为我之前也是看到魏老师 发很多影片在网路上面 然后被我看到 然后我很感谢长生学的老师 还有义工 还有很感谢站在台上分享的那位贵人 虽然我不认识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真的帮助我非常多 因为他的分享让我看到长生学 所以我现在就算我非常紧张 我也很愿意站在这里 我想说尤其有一天 我会成为别人的贵人 那昨天魏老师有讲 我以前真的七八月的时候 我都穿非常多非常多的衣服 那我出门的时候 我没有外套 后外套我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身体非常的毛病 失眠就是晚上到两三年三十年 很想睡觉很累很累 但是睡不着 有人跟我一样的吗 也是有 很痛苦很痛苦 对不对 是 那还有我的眼睛那时候严重的时候 是没办法在外面看正常的太阳 一定要戴眼镜 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一定要戴那种像挖镜那种的很重的那种像护目镜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眼睛张开 如果你不小心 如果说没有戴那个的话 你风不小心吹到冷气的风 你眼睛就好像刀割一样的痛 非常的痛 所以我戴那个像挖镜那样子的眼镜之后 我的耳朵好像被 好像要掉了一样 因为那个很重 我白天晚上都要戴着 就是很难想象 而且又非常怕冷 经常会头晕 又会头痛 我的睫毛卡随时随地都背在身上 要使用 我随时随地担心我自己会生病 那最严重的一次是 我动了一只手术 然后就是流血不止 然后我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一样 我想怎么办 我已经不想再吃止痛药了 但是又就是很痛苦很痛苦 我说不行 老天爷不会灭掉我的 我一定要想办法火过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滑手机 我就把我的一些症状 就打到网络上面 我就搜索 突然出了一个长生血 我说哇 这个名字好特别哦 长生不老的学问 是这个意思吗 那时候我看上面 他们也没有用什么疗法 就是我所认知的疗法 或者什么 就好像 就是说这样子 好像他们也没在动 就是说 这样子就好了 我想天哪 这是武打 就是那个武打片里面那种 就是神奇的那种功夫吗 就是感觉像 怪力乱神那种的感觉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 是不相信他的 有吗 有 是 但是我想说 奇怪 这么多人在分享 那我还是去试试看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新庄 它是一个学校 那我想说 我一个女生 我去学校 那是比较安全吗 然后我去到那个学校 我身上穿了 就是毛衣好几件 然后短板的羽绒衣 然后长板的羽绒衣 然后毛离大衣 然后帽子一层一层的戴上来 然后可能就只能看到 我的眼睛 那我走到那个教室 然后我看到一群人 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年纪 有些就是 大家都是闭着眼睛 有些是坐着 有些是站着 然后他的手 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我天哪 他们在干嘛 我就这样子 我就太诡异了吧 然后我就在教室门口 这样子走过来 然后又走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然后可能是我的 因为我包得像粽子一样 然后又走来走去 可能我比较诡异啊 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师姐 他说 他就过来问我 师姐 请问你想要来调整吗 我就转身看到一位 就是非常慈祥的一位大姐 然后我就点点头 她说 好 那你就坐在这个座位上 我就点点头 她说 你很不舒服是不是 我就点点头 她说 那你这样子 你就把手放在桌子上 你就靠着桌子好了 我就点点头 然后 她说 那你就放轻松 然后闭着眼睛 我也点点头 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力气讲话 然后她就跟另外一个 她说 我忘记她 叫她叫什么名字 她就说 谁是谁 你来帮世界调 然后那个世界说 不行吧 我才初中级班 才刚学呢 然后那位师姐说 不怕 你功力可以的 你赶快来帮她调 然后她说好 然后硬着头皮也帮我调吧 然后她就一只手放在我的 七号续 一只手放在我的心脏 然后我大约记得 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一阵电流 就打到我的身体 然后突然 那一位师姐就 啊的一声 她的手这样伸开 她说 啊 然后她说 师姐你的心脏很不好 对不对 我说对 然后她说好 那我再继续帮你调 真正大概调了 因为那好像两个小时嘛 我其实十五分钟左右 我就觉得 哇 真的身上没有这么温暖过 因为我一直非常的怕冷 然后大概调了两小时 我觉得哇 我的外套可以慢慢脱起来 真的觉得太幸福了 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温暖的感觉 因为之前一直穿很多件外套 就是你感觉 就是体内还是寒的 就是很冷 你还是觉得很冷 虽然说好像有在冒汗 但是还是要觉得很冷 那我真的 我来的时候真的是有气无力 那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变得很有力量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 就是有一天下很大很大的雨 真的是倾盆大雨 我会看 我想说天哪 这么大的雨 我要不要去 因为雨太大太大了 去只要穿雨 我觉得那个雨一定是 全身都是死的 一定是鞋子啊 全部都会死掉 但是我觉得说 我好想去 因为我很需要 然后我就去了 哇 果然那里都没什么人 但是师兄师姐 他们居然在那里 等着我们有需要的人 我真的那一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在想说 我自认觉得自己是一个 也算一个好人吧 就是也愿意帮助身边的人 然后也愿意就是说 有人就是需要买卫生纸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也会帮助 或者说投一些零钱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 为了一个陌生人 用我的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去帮助他 但是我那一刻 我觉得说 哇 他们这一群跟我完全都不认识 他们愿意付出 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都每天来服务我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借助大家掌声 帮我感谢他们 当然我非常 因为那一刻我就觉得说 有一天我一定要自己去学 学好了以后 我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你有讲那天调了回去以后 有 对 那天第一天去调了两小时以后 我原本是留学不止 然后调了两小时以后 我突然就 学就停住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最神奇的是说 我在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 因为我那时候 我就 前两天我就说 奇怪 秀师姐 请问这边的乐娟香在哪边 她说没有 我们这边没有乐娟香 我心里觉得一阵发凉 怎么办 这样子会不会很快就没了 因为他们那些也要开销 那就是那些店 或者他们使用他们的 一定是也需要一些费用 那那边没有 我觉得说 好 那有机会 我还是要回馈给长生学 所以 到现在 我学了之后 每次只要长生学 有需要我 愿意接受我 我都愿意来服务大家 那还有就是 我那时候从一开始到调整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 跟大家就开始认识 又活络起来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是谁 我说我是谁 他们说 他们不记得我的名字 他们说 你是那个穿衣服非常多的 那一个对不对 因为我后来 一个礼拜以后 我衣服也没有穿到那么多了 然后我整个精神状态 因为我刚开始就说 嗯 对 是 好 我大概声音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我的声音就很洪亮了 然后师姐说 哇 我完全认不出你是谁了 你现在声音也很洪亮 而且你刚开始来的时候 眼睛是没有神的 你现在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就是眼睛很有神了 真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有这么神奇的功夫 当然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的创办人 林子珍老师 还有魏丰老师 一直持续的 又带领这么多的 医工师兄师姐 一直把长生学传承下来 而且他们也不嫌弃我 什么都不会 愿意让我在这里慢慢学 虽然到现在 我也还什么都不太会 但是我也非常感谢 我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到这里 来服务大家 也感谢大家 给我服务的机会 非常感谢 那之前是我接受大家的帮助 那我也分享一个 魏老师经常说 只要有人需要 就是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对不对 还没交到这里 之后老师还会交到很多 我记得那时候在上海机场 然后天气很冷 突然有一个人就是抽搐 然后就是嘴唇 忽然间就发黑 它原本是正常颜色 再短短几秒钟 瞬间就发黑 然后大家就冲过去 哇 怎么了 怎么的 它就抽去这样子 抖在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就有人就冲过去 去掐他的人钟 然后看他不动了 那个人就不敢了 就往后退 大家一圈就退出 退出去了 都没人敢碰他 我说哇 这样子 我想起魏老师那句话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我就赶快冲过去 我就跪在另外一边的椅子上面 我就手 就是因为帮助别人的同事 也要保护自己嘛 我就不要碰住他 我就隔空 因为魏老师讲 我们可以隔空 所以我就一只手对着他的头 一只手对着他的心脏 大概这个方向 一只两只手打过来 然后我知道我那时候的 应当是 因为我大概调个两分钟 我瞬间觉得我的手 就像被电打过一样 然后隔一会儿 我就闭着 我就闭着眼睛 我有时候偷偷瞄他一眼 因为我怕他的位置 有时候昏老的时候 他会有滑下去 或怎样 我就稍微瞄一下 看我的手有没有瞄准他 然后边瞄 然后就手一样 一直帮他这样调整 我可以感觉到 周围很多的眼光在盯着 但是我觉得 魏老师他们救了那么多人 我也要学习 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那时帮他调了五分钟到 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听到有人说 哇 醒了醒了 我就眼睛稍微张开一点点 我就看见他的黑色的嘴唇 然后很快就变成红 就是原本的正常的颜色 哇 我觉得天哪 真的长生卷太神奇了 居然我也可以救别人呢 然后很快就机场的人员 等机场人员赶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醒过来了 然后就可以慢慢可以讲话 我干嘛 我就说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时间是要留给其他人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在这个几年的过程 就是真的也帮助 包括同事 还有我自己的妈妈 就是很多很多人 那其实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跟大家分享 想说不耽误大家上课的时间 先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恩大家 谢谢